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巴德大南市场人潮一度大幅减少 在地脸书社团管理员不舍传统市场没落 并邀请市场摊贩们在社团内投稳宣传 借由每天平均6万人次的浏览率 制造讨论热度 协助摊贩们在疫情中找到新出路 万万也没有想到说 当然市场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生意没落得非常快 然后大家哀红遍野 就因为这个部分的原因 就是有人建议说 我们团友建议说 可不可以让社团让摊商们一起来使用 尽快活络市集的一个生意 然后尽快回到正常营运的轨道 所以我马上就设了一个经营的办法 让我们汤商可以来使用这个社团的资源 尽快让他们生意可以回到轨道 那也让人潮跟前潮回到大南市场 有些摊贩们也借机推出了外送服务 透过LINE即可下订单 民众不用到市场即可享受到最新鲜的蔬果 店家也意外开辟家庭商机 因为刚好我们都有上那个FB 里面有一个记忆巴德 那因为刚好版主人真的很好 那他就让我们免费可以po一次 那我女儿就说 那不如我们也来popo看 可以外送 那后来他就 这个点子是他想的啦 那我们就后来就说 那300块我们就免运 然后帮客人送到家 也许会比较安全的一点 在地脸书社团 透过网络社群力量 协助摊贩曝光 不少乡亲们也以行动或留言 来力挺大南市场重新复苏 施主展现巴德在地最暖人情味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